大家的话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另外再新建一个样式 这个样式的话 作为一个公共样式 就这样放着 我们就不动它了 是吧 另外再新建一个样式 这个样式的话 是针对某个页面的具体的样式 是这样的 那么比如说这个页面的话 我再新建一个样式 留一个file 然后是给它命名为 比如说main.css 是不是可以啊 好 然后把它再存一下 再存一下保存 保存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就开始写我们的这个样式了 写我们这个样式了 好 同样的我把它也引进来 是吧 基本上建的一个样式 就把它引进来 那么这个link是吧 link 然后是这个css下面的什么 main.css 是吧 css下面的main.css 好 大家记得这个样式的话 有个顺序的 先引这个resive 大家记得 后引这个main.css 有没有 有顺序的 那么如果说你的 这个如果在上面的话怎么样呢 可能上面会怎么叠加到下面来 明白没有 是吧 比如说我同时写了两个样式的话 如果说你是这么引的话怎么样呢 这个顺序就不对了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什么呢 我设置了一个ul的样式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吧 比如说我这个main.css 里面设置一个ul的样式 然后这个地方又把ul的样式给什么 给清空的吧 是吧 那么应该是什么 这个在上面是吧 这个在上面的话是什么呢 这个resive 先把ul的样式给清空 然后我在这个里面再写ul的样式 就是我写的样式吧 有没有 所以这是不是有个顺序问题啊 大家记得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开始演示这个 如何做这个页面了啊 那么这个页面的话是怎么做的呢 那么就是 它的操作比较什么呢 比较繁琐啊 比较多 然后是什么呢 需要一个连贯性的 所以说 我在做这个页面的时候怎么样呢 就不能给大家在课堂上练了 好吧 这个页面的话需要大家下面去做 好吧 如果是给课堂上大家练的话 这个课堂时间真的就不够了啊 好 那么给大家课堂时间练的话 主要是为大家怎么样呢 为了让大家什么 这个 更好地理解啊 更好地吸收这个东西啊 好 录下来看看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往下说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页面了啊 做这个页面的话 那么就是怎么样呢 实际上是什么 我们实际上已经具有做这个页面的能力了 只不过是什么呢 还没有做这么复杂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做这么复杂了啊 这么复杂的页面的话 实际上也是一个什么呢 相同的原理 不停地堆砌 是吧 不停地什么呢 往上放 放完之后 就像建房子一样的 一点点往上垫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一块砸一块砸的往上垫 是吧 往上码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这种的话把它做成啊 那么这个的过程的话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什么呢 漫长的什么 就是漫长的有一点什么呢 就是重复的 这种过程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开始来看这个页面啊 看这个页面啊 那么这个什么呢 这个切片不好看 我们可以先把它藏起来啊 视图里面有个显示 是吧 然后这个切片啊 把它藏起来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页面 是吧 来双击一下这个手的话 什么呢 它是不是整体的什么 百分之百显示啊 好 放大一下 那么就是什么呢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页面啊 这个页面的话 整体的什么呢 看下面这一地方 基本上是什么 整体的是水平居中的吧 整体就是水平居中的 而且它的宽度 下面的宽度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下面的宽度都是一样的啊 好 这个宽度大概是多少呢 我们就用这个 剧情宽度就可以量吧 是吧 从这个参考线到这个参考线 那么整体的宽度是多少 1200吧 看见没有 是不是1200啊 整体宽度是1200 相当于是什么样的 就是一个1200的宽度 一个什么呢 页面啊 水平居中吧 是吧 我们的这个页面 现在的布局都是这种效果 都是水平居中 是不是这样的啊 基本上都是水平居中啊 那么除了头部的 有些地方是什么呢 是两栏顶格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两栏顶格啊 好 那么我们做这个页面的顺序 是什么呢 从上到什么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是吧 从大到小 是吧 从整体到局部 是不是这个顺序来做啊 按这个顺序来做就行了啊 一点点往 一点点的做出来就行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 做的时候需要什么 耐心吧 需要耐心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先是什么 从上到下吧 那么先是从 这个顶部开始做啊 顶部开始做啊 来看一下啊 这个顶部的话 实际上是 右边这里有一个什么 欢迎你 张三 这是不是一个登录信啊 还有一个什么 我的购物车 我的订单啊 这是一个什么 登录信息 是吧 然后的话 左边这里应该还有一个欢迎的信息啊 好像是把它隐藏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地方有个 这地方是不是有个欢迎你来到天天生鲜的啊 是不是有个字啊 是吧 这个字被隐藏起来了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字和这字是吧 一个靠左 一个靠右 怎么样呢 它们的整体的宽度应该是跟下面宽度一样吗 是1200是吧 那么这个背景的话是什么 是左右顶格吧 左右顶格啊 好 那么的话 这种这种结构的话 我们什么 需要什么 先写一个大的整体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一个什么容器吧 那么这个容器是百分之百的宽度是吧 然后里面一个小的容器的话 相对于它什么 水平居中啊 水平居中啊 然后的话 这个边这个字是左浮动 这边字是右浮动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么做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思路啊 好 然后的话 这个整体的这个大的容器是什么 它是一个什么 这个高度 是吧 高度是多少呢 那么我们可以量一下是吧 行这个 然后 这么下来是吧 高度是什么呢 29吧 然后有一个像素的底边吧 这样子啊 好 这么量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下面的话 写的这个结构啊 写结构是在这里写啊 样式的话就写在 main.set材质里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写在main.set材质里面啊 好 那么先写一个结构啊 比如这个结构的话 首先是一个什么呢 点什么呢 比如说是header header然后是con 是不是可以啊 header.con啊 好 这样一个div吧 这样一个div啊 好 那么这个名称的话 就是啊 一般是头部的话 是这么命名的 是吧 header.con啊 好 这个header.con的话啊 比如说我随便先写几个 先写几点东西上去啊 随便打几个字上去啊 我们现在测一下 这个result.set材质 还是有没有起作用是吧 好 这么打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字文字是不是顶格的是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把body的什么东西给清掉了是吧 body的边框是不是给清掉了 要不然body是不是有间距啊 这导致这个字什么要过来一点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result.set材质 页面顶部的样式 是这样的啊 页面顶部的样式啊 好 我们就开始写样式了啊 好 这个点什么呢 点Header点Con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它的宽度是百分之百吧 是页面整理的百分之百吧 是吧 但它又是一个DIV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它是一个快源是吧 所以说这个宽 我是不是可以不写啊 好 我就写个高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高度是什么呢 29PL是吧 29PX啊 好 29PX 然后的话 它是不是有个背景色 以及什么呢 一个下边框啊 好 背景色之后 怎么色呢 那么用这个 点一下它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直接吸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么做是吧 点一下这个前景色吧 然后它自动的变成这个吸管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点一下它 是不是吸取这个颜色啊 那么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它的16镜子的颜色值啊 这个地方啊 好 把这个值是不是可以拷过去啊 拷贝过去啊 好 复制啊 复制 然后再这里面来啊 然后是 background color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的话 记得要加个警号啊 警号 Ctrl加V 是不是 放进来了 好 然后的话 接着是什么呢 再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边框吧 border bottom吧 border button 然后是什么呢 一像素是吧 一像素 然后是来一个 实现是吧 然后这个颜色也得吸一下吧 是吧 一样的啊 再来吸取这个颜色是吧 吸取这个颜色啊 这是这个颜色啊 这个颜色啊 好 复制一下是吧 好 那么的话是这个警号啊 滴滴滴吧 是吧 好 像这种六个一样的怎么样呢 可以减成三个吧 是吧 这样子 好 好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第一个结构 是不是做出来了 第一个结构做出来了啊 好 来看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上面这个条 是不是做出来了 这个条做出来了 是吧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写第二层结构啊 第二层结构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什么 那么我们的这两个文字 是吧 这个文字的话什么 这文字一个靠左 一个靠右 是吧 那么他们的话 就需要一个容器 把它们包在里面 是吧 整体的是什么 是水平集中的吗 好 那么的话 再来一个什么呢 里面再来一个DIV啊 里面再来一个DIV啊 这个DIV的话 就拿一个header 是吧 header啊 好 这个DIV啊 好 这个DIV写完之后 我们就来这么写啊 先写 写header的这个样式 是吧 header的样式的话 那么这个header的样式啊 HEADER是吧 header的样式的话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宽是有固定宽度的吗 宽是多少 这个宽度是什么 1200吧 1200PLX啊 好 高度的话是什么 就是它的高啊 它的高啊 29PLX啊 好 那么这个什么呢 header是没有背景色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没有背景色的啊 我们先给它一个背景色 大家看一下啊 外观的color啊 给它来一个go的吧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这个header 是怎么样的一个效果 是吧 好 来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header 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这是1200吧 是吧 现在我们要让这个1200 相对于这个背景啊 水平居中吧 那么怎么写啊 相对于它水平居中 我们今天讲过的吧 就是一个块 相对于另外一个块 水平居中 怎么写啊 magen吧 是吧 magen 上下给0 左右给o2 是不是就水平居中了 水平居中了 好 好 那么这个背景色就不要了啊 先放着吧 大家看一下啊 好 那么再来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怎么样 是不是水平居中了 这一块也做好了吧 好 这一块做好之后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再来看一下啊 这里面应该包括什么呢 包括两块的容是吧 左边一块 右边一块 是不是这样的 左边一块 和右边一块啊 好 左边是一个什么 欢迎你来到天天生鲜吧 这样一个啊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写啊 比如说左边是一个 欢迎你啊 比如说这个的话 来一个什么呢 嗯 好 来一个什么呢 呃 DIV啊 比如说class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 welcome 是不是可以啊 welcome 欢迎你是吧 好 然后是这个什么呢 欢迎你来到天天生鲜 是吧 好 或者如果文字很多的话 你可以复制过来 是吧 比如说用这个文本工具啊 然后把它写到这里 放到这里来 是吧 要等这个文本工具什么 变形状才行 是吧 变形状才能 才能什么 选择个文字吧 好 然后点右键 拷贝 是吧 然后这里来 然后是什么 粘贴吧 好 粘贴进来啊 那么这个文字怎么样 它是 应该是左浮动的吧 是吧 要不然的话 下面一个什么跨地 不能跟他排在一行啊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给个什么 FL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这个用上了啊 是吧 这个FL 就是我在里面的这个吧 是不是这个啊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就用上了 是吧 就省得写浮动了吧 是吧 好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是左浮动的一个 是吧 左浮动的一个 刷新一下 那么就是这样子的吧 左浮动啊 好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右边这个地方啊 右边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复杂啊 什么复杂呢 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 产品引力跟什么呢 UI都会跟你说的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不是这么简单啊 他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地方有两种状态 一种是什么呢 一种是登陆前的 一种是登陆后的啊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好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登陆后的吧 如果说我把这个 这个什么 把它隐藏起来 然后是这个 点未登陆啊 看见没有 未登陆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是吧 然后是什么呢 登陆后的是这样子的 看见没有 是吧 那么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登陆后的时候 是不是有个 欢迎你站上呢 是吧 那么的话 好 这个我的购物车 和我的订单都有 是吧 好 如果是未登陆的话 什么呢 它是变成登陆和注册 然后都有我的购物车 和我的订单 这一块是什么 是相同的吧 前面这一块是不同的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需要做一下 就是把登陆前 和登陆后的都做出来 把登陆前和登陆后的 都做出来啊 所以稍微有点复杂啊 稍微有点复杂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写一下啊 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是相同的啊 这个地方是相同的话 我们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 单独的放在一块啊 单独放在一块 好 那么的话再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是第二块内容是吧 下面这个内容啊 下面这个内容的话 再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 好 再来一个DIB是吧 DIB 关于用户的一些东西是吧 用户的一些操作啊 好 用户的一些操作的话 那么这个用户操作的话 怎么样呢 它是又浮动的吧 来个FR 是不是又浮动啊 又浮动啊 好 又浮动之后 然后的话 怎么样呢 啊 好 那么就三块内容啊 三块内容 好 那么首先的话 有一块内容是公共的啊 有一块内容是公共的 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啊 就是关于这个 我的购物售盒 我的订单 是这样的啊 这一块是公共的啊 这一块是公共的 而且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 都是可以链接的吧 是吧 点击的话 都是可以链接的啊 好 那么这么做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 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公共的啊 公共的话 这是UL 这个UL 它的话 然后它的话 是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是拿一个user 然后是这个是 这个itoms吧 是吧 这个什么呢 这个样式的内容的话 有时候怎么样呢 取这个内容 有时候也很痛苦的啊 是吧 需要你去想是吧 有时候你名字取光了 不知道想什么名字啊 那么怎么想呢 这个名字的话 那么大家实在想不出来的话 怎么样呢 把这个金山池坝打开 去输一个中文名 然后看它里面有什么单词啊 选一个最短的单词就行了 这么选啊 那么你说有没有 很多公共的一些内名呢 有啊 那么的话还是不够用啊 有时候的话要争取 根据实际情况来 自己想一些名称啊 这个icons的话 怎么意思啊 就是 它是针对于这几个是吧 针对于这几个什么呢 这几个这两个按钮是吧 这两个按钮啊 好 这两个按钮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怎么来 来写一下啊 那么就是 这两个按钮啊 那么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两个啊 两个啊 有两个是LI吧 LI里面有A是吧 A的话 然后是整体的什么 再乘以一个二吧 是吧 乘以一个二啊 好 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 是吧 这样一个结构啊 好 这样一个结构的话 那么就是这样子的啊 这里面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什么 我的购物车吧 我的购物车啊 我的购物车啊 然后的话 下面这个是我的订单 是不是这样的 我的订单啊 这样子啊 好 那么这个链接的话 先写警号代替掉就行了啊 那么后面的话 大家配地址的话 再把真子的地址写上去就行了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是公共的一个块吗 好 那么前面的话 实际上是有两块是吧 好 那么我们在公共的这个块里面 是不是还有这个竖线呢 是吧 是不是还有这个竖线呢 这个竖线的话 这两条竖线怎么样呢 实际上是什么 也是公共的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登录后的 是不是这两条竖线也有啊 所以我把这两条竖线做到这个里面来 是吧 可以吧 好 这个的话 那么是前面有条竖线吧 那么来一个 Li 然后这个里面用个竖线啊 把这个竖线包起来啊 为什么用竖线标签呢 那么我们想另外给样式是吧 这个 这是不是有条竖线的啊 这是不一条竖线呢 然后这里面又有一条竖线吧 这里面又有一条竖线啊 好 这是公共的这个区域做好了 是吧 好 接着的话呢 那么不同的两条区域是什么呢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这个登录之前的这个啊 好 这个是未登录的啊 未登录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是吧 登录和注册 这两个东西是吧 登录和注册啊 好 那么这个是 再打一个UL是吧 UL啊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点什么 login login就是登录吧 login.btn吧 btn啊 login.btn 好 这个的话 把它命名为 这个 btn吧 btn啊 btn 那么就是统一吧 都叫这个按钮是吧 这个是 负数s是吧 login.btn啊 好 它下面的话就有两个是吧 li啊 li 然后是里面的a是吧 然后再乘一个2啊 好 这两个一起乘一个2啊 好 这样的一个效果是吧 好 这个的话一个是 一个是登录是吧 一个是什么呢 注册是吧 登录注册啊 是这样的啊 是吧 这两块里的话 那么他们之间是不是还有一条输线呢 这条输线啊 这条输线的话 再拿一个啊 什么 写哪里啊 哦 这个地方写错了啊 这个景号啊 这个景号 这样子是吧 然后这里面来个竖线啊 这么做啊 好 这是关于未登录之前的是吧 那么登录之后的是这样的 是吧 那么是这样的 那么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是欢迎你是吧 欢迎你的话 我们用一个div吧 比如说这个div class等于一个什么呢 这个是user user info 是吧 user info 这是关于用户的这个信息吧 是吧 用户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 欢迎您张三是吧 欢迎您张三啊 然后是欢迎您 欢迎您 然后这个是张三 是吧 这个三是吧 好 这个稍微有点复杂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欢迎您这个字和这个张三的这个字是不是不一样啊 是吧 那么这个张三这个字可以怎么样 用一个一案标签把它包起来吧 一案标签把它包起来啊 好 好 那么这个做完之后 那么这个结构是写好了是吧 结构写好了啊 这个结构稍微有点复杂 就是有三块内容啊 这两块内容的话 怎么样呢 它是切换显示的啊 切换显示的 好 我们大概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大家看一下效果啊 这个效果的话怎么样呢 它们每一个什么 每一个是什么 就是 它是一个块 是吧 那么肯定是什么呢 不能摆在一行吧 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是吧 这样子的啊 好 那么我们一块把它来做啊 好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背景色去掉啊 这个背景色先不要了啊 背景色不要了之后 先把这个 这个背景色先干掉 是吧 干掉啊 好 背景色去掉之后 那么就是这样子的 是吧 好 首先这几个字是这样的 这几个字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它大概多大的颜色怎么样呢 是吧 我们直接在这里来看就可以了啊 那么直接用这个文本工具把它选中 是吧 选中之后它带来 那么就是12像素 是吧 颜色的颜色指是什么呢 点一下它就知道了 这个是666吧 666啊 12666是吧 12666啊 好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呢 它的样式是welcome吧 是welcome啊 点什么呢 welcome是吧 welcome啊 然后是 风的什么呢 风的size是什么呢 这个是12px啊 好 color是什么呢 color是666啊 color是什么呢 警号666啊 好 它的字体是什么呢 字体是为了哑黑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这个页面上的文字 基本上都是为了哑黑 再来看一下 是吧 基本上都是为了哑黑啊 好 那么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怎么样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基本上都是为了哑黑啊 现在为了哑黑用的比较多啊 一般的话 这个字体的话 一般系统里面都有 是吧 那么如果你用一个生僻的字体的话 如果人家的这个 这段里面没这个字体的话 就显示不出来啊 一般都有为了哑黑这个字体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页面上 基本上都是为了哑黑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页面上 写个body啊 Body 然后把body里面的什么呢 Fontal什么 Fontal size Fontal family Fontal family 把它设为什么呢 为了哑黑啊 这的话就是 那么这里写一次的话 其他地方就不用写了啊 比如说 Microsoft 啊 亚 黑 好 好 这里写一次之后 其他地方就不用写了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地方就不用写了 因为它 它就是会继承这个字体啊 那么刚才还说了 就是说关于这个H标签 为什么要设这个Font的百分之百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设一个默认的大小啊 默认的大小是什么呢 给它一个Fontal size 给它设一个默认大小啊 假如说是14px 啊 可以设一个默认大小啊 设个默认大小之后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啊 假如说我在这页面上 随便哪个地方啊 我现在试一下这个啊 我给一个H标签 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H1 好 比如说这个是H1 H1标签啊 H1啊 标签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有多大 是吧 看一下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 是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H1标签 是不是怎么 是不是继承这个12的大小啊 按理来说的话 它怎么样 它是很大的吧 是吧 好 如果说我没有这一句啊 没有这个Font百分之百啊 再看一下 看它有多大啊 好 我刷新一下 这个H1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啊 是吧 这一句的话就是 让这个H什么 继承这个body的Font size的设置 明白没有 我这个Font size设为14的话 那么这里又设百分之百啊 这个百分之百的话 就是让它继承这个body里面的Font size的设置 明白没有 啊 就这个功能啊 好 那么这个设完之后啊 这个Font size设一个14是吧 设一个14啊 好 那么的话这个welcome 然后的话 这个welcome里面的文字 是不是应该是垂直居中啊 然后它的高度是29吧 是吧 高度29啊 给它来一个line height 给它来个29是吧 29px啊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 就是什么垂直居中了 是吧 好 再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那么它是不是垂直居中了 居中啊 好 这个he标签先把它去掉啊 这个是做个例子 放在这里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左边这个地方做好了 是吧 左边这个地方做好了啊 大家看右边这个地方啊 右边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整体的这个是什么呢 右浮动吧 整体的右浮动啊 我把这个什么呢 我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user.con 给大家给一个背景色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user.con user.con啊 给它个背景色啊 给它一个够的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user.con的话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样子一块吧 整体的右浮动吧 是吧 好 整体右浮动的话 那么 我们现在怎么样呢 想让这些什么呢 这些东西按照什么 排列的一行吧 排列一行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呢 把每一个什么呢 每一个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左浮动一下就行了啊 把它 还有它 还有它 左浮动一下就行了啊 它给一个什么呢 FL 是吧 它拿一个FL 它在哪一个FL 它是不是左浮动啊 是吧 好 左浮动一下之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刷新一下 那么整体的是不是 这个是左浮动啊 这个也是左浮动是吧 好 左浮动啊 好 默认的话是什么呢 是不是只能显示一块啊 默认显示一块啊 默认的话实际上是这个欢迎信息是没有的 是吧 那么用户 手势登录这个页面是应该是没有用户信息吧 你登录之后才用户信息吧 默认的话是什么呢 是应该是这个什么 隐藏起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隐藏起来啊 默认这个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怎么做呢 默认是属于这个吧 user info 是吧 user info 默认是隐藏起来的啊 我们可以先把它隐藏起来啊 然后这个点user info的话 隐藏用哪个属性呢 display什么 lum吧 好 displaylum 好 这个属性啊 先把它藏起来啊 默认是藏起来啊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这两个是吧 处理这两个啊 处理这两个的话 那么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这个 login.btn吧 login.btn啊 好 login.btn的话 login.btn啊 它是走不动的吧 走不动的啊 然后它的ul的属性已经被清空了啊 所以说它里面 我只是设它里面的li就行了啊 li啊 它里面的li的话 我给它拿一个float 给它拿一个left啊 它里面的li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什么 是不是走浮动啊 走浮动啊 走浮动之后 然后li的话怎么样呢 啊 li的话啊 li的话给它一个 呃 给它一个高度啊 高度是来一个29是吧 29px啊 好 29px 好 这个高度来个29px是吧 啊 好 那么li里面对应的什么呢 对应的这个a标签和什么呢 这个什么 span吧 span啊 好 好 那么li里面的这个a标签啊 li里面这个a标签啊 a标签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什么呢 把它转一下转成block吧 转成block吧 是让它什么呢 在这个29的范围呢 都可以响应啊 好 然后display 然后来一个block是吧 block啊 然后的话给它来一个 航高吧 比如说line height 给它来个航高 29啊 29px啊 那么它里面的文字是不是什么 就是锤子去中了吧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颜色把它去掉 不要啊 这个颜色去掉不要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什么 登录和注册是不是做好了啊 是吧 好 这个spam的话也一样啊 spam的话可以怎么来 一样的啊 写到后面啊 比如说这个点login login btn里面的什么呢 spam吧 一样的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放好了 放好之后 然后这个登录和注册这几个字啊 这几个字的话 那么来看一下啊 这几个字的话 那么默认的是这样子 是吧 来看一下啊 登录和注册这几个字呢 我默认是也是12像素是吧 大小是12像素 然后是颜色是什么 666吧 是吧 也是666啊 好 那么的话来写一下这个A A里面的什么呢 可以把它的字体大小是吧 风的size 12px啊 然后是color是什么呢 666啊 666啊 警号666啊 666 好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写好了 写好之后 那么接着的话 这两个登录和注写它们之间是不是分开啊 分开的话我们怎么样 应该是让到这个 我们可以在什么呢 用这个span把它分开吧 啊 这个span啊 这个span的话 而且它怎么样 这个span它怎么样 它这个颜色而且还不一样是吧 那么这个span啊 看一下 它的颜色是什么 是这个ce是吧 好 复制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把span单独写出来 是吧 单独写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span的话 这个点login啊 login然后是btns s里面的span 是吧 然后的话 它的什么呢 color是吧 color的话是这个颜色啊 好 然后的话 我把这个span呢 左右给它一个margin 是吧 左右给它margin啊 panning也可以是吧 panning和margin实际上都行 实际上把左右两个字称开是吧 给它一个margin啊 margin的话 上下不给 上下给0啊 左右给个10px啊 这个的话是怎么样呢 span是不是这个东西 加在中间的 两边10 是不是把左右两个字给撑开了 啊 这样子的啊 好 来刷新一下 这两个字是不是分开了 分开了啊 好 那么的话 下面这个 我的购物车和我的订单 使它一样的是吧 一样的啊 那么我的购物车 我的订单的话 可以跟它一样写啊 可以写到这后面去 是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 可以写到后面去啊 到的话 比如说这个是 呃 这个是什么 user btn吧 user.btn啊 user.btn里面的什么呢 a标签吧 好 然后再次逗号啊 user.btn里面的这个 什么呢 span标签吧 啊 他们都是同一个 同一个样式 是吧 是不是可以公用啊 公用啊 好 公用的话呢 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刷新一下 是不是可以啊 好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 这个也可以公用 是吧 好 打个逗号啊 这个是点user里面的 什么呢 li吧 是吧 li啊 好 样式一样的话 就写成这个组的形式 是吧 好 再来刷新一下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是吧 都是一样的啊 好 接着的话 那么再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span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span啊 逗号 点这个user 然后是btns里面的span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跟他是一样的啊 好 刷新一下啊 这是不是一样的 是吧 一样的啊 好 接着的话 我们这几个做好之后 怎么样呢 实际上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给他一个hover的事件吧 是吧 给他一个hover的这个效果啊 hover的话 那么就是a的hover的事件吧 是吧 a的hover啊 好 看一下他这个hover有没有 效果有没有做出来啊 好 那么有时候 ui会设置一个hover的东西 给大家看 这个颜色是什么样的啊 他这里面没有设置这个颜色 是吧 那么我们大概来给一下啊 那么给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里面的hover是吧 是这样的啊 然后打个d号啊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hover 是吧 li 好 这个li的话 只能可以省掉啊 省掉的话 就直接到这个a里面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 来看一下啊 这个login 是不是啊 这个点login login下面的a 是不是就指的这个a啊 是吧 那么有时候可以省掉这个li啊 两层也可以 是吧 他里面的a 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a啊 指不到其他的a啊 可以省一下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这个 这个也可以省一下 是吧 然后是这个下面的a hover 是吧 这个hover啊 hover的时候怎么样呢 拿一个color 是吧 color 然后拿一个警号啊 有一个ff8800啊 8800 好 那么可以检浅成什么 f80 是吧 呃 有时候这个颜色 UI没事的 是吧 啊 你就可以大概的给个颜色吧 给个 它里面用到的一些颜色啊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响应的效果啊 是吧 这个效果是不是好一点啊 好 这个spin是没有的是吧 好 这是什么呢 这是未登录的是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切换的已登录了 实际上我们是这么做的啊 我们切换的已登录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程序来控制的 比如说进来的时候 程序 程序读 读 把用户的什么 用户名什么 读过来了 如果能读到的话 是吧 那么相当于它已经登录了 是吧 已经登录的时候 那么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用程序动态的来塞样式是吧 我们怎么塞呢 我们动态的是这么塞的啊 比如说是动态的把这个 给它一个行间样式啊 动态的给它一个行间样式 把这个行间样式给它什么呢 时代等于display 给它来个什么呢 来个lab 这么给 然后的话 动态的给它一个行间样式啊 时代等于什么呢 display 然后是block 好 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不是切换的过来了啊 这是用程序动态塞进来的啊 塞完之后的话 那么就是这样的是吧 刷新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这样子的啊 好 这个样式我们还没写好是吧 这个样式还没写好啊 这个样式也要提前写好 记得啊 这个样式要提前写好啊 比如说这个user userinfo是吧 userinfo的这个样式啊 那么它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phone的size是什么呢 也是12px吧 12px啊 它里面的行高也是line height 也是什么呢 这个29px是吧 然后它的这个color是吧 它的color的话也是这个666吧 666啊 好 那么的话 针对这个userinfo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em它的颜色是不一样 好 这个em它的颜色color是吧 color啊 它的color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颜色啊把它打开啊 这个是登录后的 好 到地方啊 这个颜色啊 这是f88008是吧 好 那么这个是警号f80啊 好 好 这样设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式要提前写好啊 样式要提前写好 好 这个写完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的是吧 这样子啊 这是登录之后的是吧 好 那么登录之前的话就怎么样呢 就是默认的就没有这个是吧 没有这个就是登录之前的啊 好 这是登录之前的刷新一下是吧 好 是这么做的啊 好 这个地方就有点复杂是吧 有三个结构 是不是这样子啊 有两个结构是要切换这个显示的啊 好 后面我们学额架式的话 要告诉大家怎么切换这个显示啊 通过额架式先把用户的数据读过来 然后切换这个结构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呃 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结构的写法啊 好 大概的做法就是这样子 是吧 我们一块一块来做 一块一块来来什么呢 一点点把它细化 啊 就是这么做了啊 对吧